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為你介紹一個健脾去濕強肺湯 這個湯其實很適合現在這個時候 它可以健脾胃、去濕利尿、潤肺止咳 幫助我們增強免疫力 而且很鮮甜美味 材料方面 有鹹豬獸一隻 合掌瓜兩個 粟米一條 蟲草花五千 南北杏五千 我有冬菇水 如果你們沒有的 可以用五頂冬菇代替 鹹豬手要先處理 否則會有不太好的氣味 鹹豬手是凍肉 所以要先用淡鹽水浸 起碼要浸三個鐘以上 如果你們不用鹹豬手 其實可以用其他豬骨或豬肉 都沒有所謂 加了兩茶匙鹽 有去浸三個鐘以上 有蟲草花和藍不幸 蟲草花也是可以增強免疫力 和可以強肺 藍不幸也是潤肺止咳 這兩樣東西都用清水浸泡 豬手浸三個鐘後 清洗乾淨 因為豬手也有豐富的蛋白質和骨膠原 有豬手也有豐富的蛋白質和骨膠原 後來要出水 凍水下 加一點鹽 加兩茶匙鹽 然後加一個瓶蓋的紹興酒 讓它出水的時候 可以吸得到一些香的味道 所以蟲掌瓜 我們就要削皮 和其中間的心都會去掉 蟲掌瓜是非常有益的 它除了清熱利尿之外 它又可以降血壓 又可以提高自力 且你們要留意 它有尖的位置很容易刺傷 要小心些 且它又可以止咳 又可以理氣 所以是非常有益 猪手滚了后,转小火 也要移动,避免它会黏底 转小火后30分钟 粟米要留一些酥 粟米是很有营养的 它可以去濕利尿,又可以抗硬 清洗干净后,酥也需要煮汤 砧板下面箭法湿布,避免线刀 切粟米的时候,切中间 即是开边,让它的益处发挥得更好 盒掌瓜切开,批皮后切开 中间的芯是有核,不外 而且有些厚皮未批得很好 都会在这个时候切齐 切件 南不幸倒在一起,清洗一下 冬菇浸了一晚 我会用它的水来煮汤 其实它的水,在素菜来说,是属于高汤 很清甜,很香,可以用的 现在我将冬菇分开 冬菇和冬菇脚都会分开 那些水,稍后会用来煮汤 但冬菇不是不停浸泡,而是用水的 我之前是清洗几次,然后再用山粉 去清洗冬菇 再清洗干净,然后再用来浸水 所以现在这些水是很香的 很香冬菇味 我会用刚才那些高汤,加一些清水 然后就开火做汤底 现在的猪手就搞定了 我们就拿出来清洗 不过在煮的高汤的时候,要小心 因为它是很容易滚 猪手清洗好 现在我会讲讲,因为我现在有时间 在煮的高汤的时候,冬菇先醃好 放一些绍兴酒 一些砂糖 用2茶匙砂糖 用2茶匙砂糖 接着用蚝油 用2汤匙蚝油 记住不要加豉油 因为豉油和冬菇 如果混合后,放得久 是很容易变酸的 用蚝油就可以了 这个汤是很容易滚舌的 所以它差不多滚的时候 我们要打开盖 用中火好了 不要用太大火 打开盖等它慢慢滚 而且你会看到面头的泡泡 就是令它滚舌的原因 所以我们要撇掉它 撇掉之后,它就没有太容易滚舌了 接着就可以把材料放进去 猪脚和核框 和核框 粟米 南北杏那些都可以放进去 但由于我的锅太小了 我放了材料之后 它们都很滚了 所以我就会拔起一碗 拔起一个大汤碗的汤水 留待待中途 大概煮了半个小时 再加进去 虫草花就连些水都一起倒进去 因为虫草花是对我们的肺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我们有时都会动一动 那只猪手 就不要被它黏底 盖上盖 它煮滚之后就转小火 半小时后再加上刚才那碗 再加上冬菇 刚才就加了蚝油 那些 绍兴酒 和一些糖 现在呢 再加薑片和麻油 如果也有葱白 就可以加上葱白 把它拌匀 其实我每次買冬菇 我都会处理的,否则你会发觉是不好味的 即是只是冬菇浸了水之后是不好味的 现在水滚,将刚才拌好味的冬菇蒸30分钟 蒸完30分钟之后,其实你可以即食了,它是很好味,很香的 除了即食之外,我还会留一些炒冬,然后可以放入保鲜袋,再放入冰箱 一袋袋放入冰箱,之后你什么时候用冬菇呢? 你什么时候拿出一包出来用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汤煮了一个小时,完成了 可以捞起猪手,炒冻了之后才来切,很方便 而且切完之后,我多数都会开一个白醋,加砂糖,加少许蒜头和紫天椒 开一个醋汁来剪,咸猪手是非常好吃又有益的 这个汤就完成了,如果喜欢这段影片,就like,share和subscribe我频道 在我的影片下面,也有红色订阅的位置,按下旁边的小钟,选择全部 就订阅成功了,是费用全面的,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还可以like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